欧洲委會主席范德萊恩4號表示 对拜登政府斥资4300亿美元的里程碑式法案提出批评 他指出欧盟必须采取行动 来因应美国的降低通膨法案所造成的扭曲 中国财新服务业P&I从10月的48.4降至46.7 连续第三个月紧缩 维持在50融库线之下 铁村分析师预估截至月底 封控的地区约占中国GDP的四分之一 台湾主席总处统计今年投资率不止连续5年上升 且冲上27.82% 创下27年新高记录 主席总处官员指出 台商回流浪潮延续加上半导体厂投资效应发酵 是撑起投资成绩单亮眼表现的关键 宏达电既传有意出售VR事业体后 日前又传出宏达电有意让旗下 数个已获利的VR部门 拟赴美挂牌上市 对此宏达电回应称 对于市场议测不予评论 预计明年上半年将发表新一代的VR产品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